郭德纲打脸金巨界 如今除了相声之外 金巨也是郭德纲努力的方向 和相声一样 金巨这条路走得异常不顺 否定质疑讽刺乃至是相声都有 年近48岁的郭德纲 很少再出来说些什么 前日就金巨方面 郭德纲一连三条动态 立正自己的清白 以郭德纲嫌恶如仇的镜子 他是如何说的 金巨界又是如何的反应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金巨行业 和郭德纲之间的恩怨情仇 16年北京麒麟巨社 在一片鞭炮声中开业 郭德纲想要以麒麟巨社为开端 好好的弘扬灵派金巨 与此同时 在别人的引荐之下 郭德纲结识了金巨大师 灵派的传承人赵灵彤先生 一来二去的 二者是伯乐玉之音 甚至都打算好了 在赵灵彤先生 从一七十五周年的演出上 宣布收下郭德纲为他的弟子 天有不测风云 谁都没有想到 赵灵彤先生 没能等到自己的七十五周年演出 就因病去世 拜师的事情就这么给耽误了下台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 郭德纲所送上去的花圈上 以弟子相称 试想 如果没有先生妻子的允许 恐怕郭德纲也不敢以弟子自称 18年的4月28号当天 拜师仪式照例举行 先生的妻子登台 郭德纲下跪 磕头 敬之一系列的操作完成之后 郭德纲正式成为了赵灵彤先生的弟子 虽说拜了师 在金巨界有了堂堂正正的名分 却依旧不得大家的认可 从18年到今年 关于郭德纲会不会唱金剧的讨论 维持整整三年时间 麒麟巨社刚开始那段时间 手术只进不出 钱就向流水网外出 16年到今日 麒麟巨社总算有了成绩 王安佩鱼是这样回答的 郭德纲家中也没有断网 自然还是听到了一些消息 于是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首先是说了这么一段话 无意苦争春 说的是他没有想要争任何的东西 郭德纲无奈二字表达得太明像 紧接着 郭德纲发表了第二条动态 与金剧名家们的合影 王平 张克 卢松等人 都是金剧界有头有脸的任务 可以这样聚在一起开会吃饭 表示关系不错 证明在金剧界 他郭德纲不是没有人支持 还是有老前辈们的深刻的 主流向上界携手 疯狂吹捧飞移向上大会 并借机踩某民营向上团体的演员 您上眼瞧 看看这几个题目啊 画实在的里程碑意义 飞移向上大会直播 让我们迎接 偷提盛宴 太偷提了 这盛宴 真好意思写出手了 大家看这个啊 飞移向上大会首场直播 迎来喝彩 魔术相声 哎呦我的天哪 各位还记不记得 岳云鹏在春晚上表演魔术相声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的 又是什么 岳云鹏侮辱相声 玷污相声 那不叫相声 相声里边加魔术 那是本身对相声的破坏 他们相声里边变魔术 那就成了神座了 你这座人不能太双标啊 眼看飞移向上大会的口碑不行了 哎 又开始爆出另外一个观点 看这个了吗 商脸是相声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这文章说呀 哎呀这个相声啊 必须要有教育意义 要有实在的责任感 要这个要那个 那不能光以商脸和卖票 为唯一的标准 开始喽 哎呀行了 我劝你们给自己留点颜面吧 别硬挺了 这次飞移向上大会的全国直播 直接把你们的底裤都扒掉了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们演的究竟怎么样 观众都有一杆秤啊 李伟健他们排戏 郭老板去探班慰问 你们怎么不说是郭老板主动示好呢 怎么不说郭老板现在目前又见风使多了呢 你把用在江坤身上的词用在郭老板身上呢 那这边想放这边是好 这边想放这边是好 让他们好起来不好吗 让他们好起来不好吗 让他们好起来 这次取写该选 郭老板能当个副主席 这对相声不好吗 这对相声不好吗 你们现在目前是完全 在害人的你们 宋江何尝不想被招案呢 我跟现在跟你们说吧 我现在 我都有微信 我都有微信 我一会儿给你们爆料一个大事 到底谁想跟谁示好 真的 真的 我现在我是个局外人 我看得清楚啊 对吧 我是个局外人 我看得清楚啊 我是个做生意的人了 我天天在海边晃 我是个局外人呢 我看得很清楚啊 江坤七十多岁了 闺女都 三十大级了 她每天就剩玩了 她啥事没有 哪能写字就去写个字 哪能够去哪聊会儿天 喝点茶 她现在目前 她没有一点负担 没有一点压力啊 郭老板行吗 每天郭老板 能睡着觉吗 四百多人 无险一进 四百多个 就怕外边 谁哪一个 出点什么事 用你们话讲 有多少营销号 和你们说的那些个什么流的 拿着望远镜 跟显微镜 来再盯着这四百多人呢 所以说现在目前 江坤能够往这边搭须子 是好 这不是应该促成的好事吗 我有证据啊 不叫证据 我得到好消息 就是怎么能够往一块捏一捏啊 各位 你们谁看过 果德港在警局里的匪归 这就是冒险人嘴里道德有问题的那个人 借就是让个别人想不明白 为骂那么多人喜欢的那个人 借就是那个曾经 怒斥楚河两岸小眼障 重来案件启同行而如尽 前捆容我尽万物印卡形的那个果德港 一个匪归解释了一个警局爱好者的赤信不改 一个匪归掌显了一个警局从业者的但警截律 一个匪归呈现了一个警局演员的将信精神 看罢了果德港的匪归 不管他唱的警局总带的字 棒子味平戏味还是琴枪味大骨味 就算是快把味二人串味 哪怕再穿进去点意大利葛剧味 谁又有资格去怀疑他对郭翠的要爱传播和发扬广大呢 别看了 说的就是你 上海那个唱警局的自讽艺术家自称小工画 进南车内车都可能被挡成流氓的主 关注我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